老师和我们的高仿现象已经完全消失了 我们准备加码油区塔根草原转一转 有什么证啊 这里是四川省甘孜州 占族自治区抗定是新都桥镇 虽然还属于四川省 但是摩托车加油还是比较严格 身份证 驾驶证 行驶证 切业不可 你的车给耗油吗 我们一起加个油 你这个人 我的四川省啊 塔根草原离我们的住地三十多公里 为了看到传说上一路无限好的风光 我们一行四轮骑车去 余老师恢复得不错 以坚强的心态你过往上把高仿转送了 而且他的心情也特别好 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 塔根草原的塔根 在藏羽意识为菩萨喜欢的地方 相传在唐朝呼叫鼎盛时期 唐太正为了加强民族团结 耿固边疆 李世民把文成跟主 许配给千里之外的藏王圣藏干部 随行中还有一尊十二岁的本身胡相 正当跟主一行行经此地歇息时 最终胡相竟然在地上再也无法移动半步 随行人言一筹莫长之际 胡相开口示意 这里风景优美 特别让人留恋 愿意留在这里 但是最终胡相的使命是必须送到 拉萨的布达拉根 文成跟主当机决定令随行的根将 并经商按照胡相的颜貌 复制一尊留在塔根 于是塔根就是文明康区 在康巴地区 露屋烟区拉萨朝圣 这道塔根是朝败也有相同的耕德的说法 这里海拔3700米 草原地势起伏 和黄广袤 水草丰富 游阳城勤 这里的河流 山体 寺庙 独特的帐篷建筑 等构成了这个美丽的风景区 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看到只有在影视上能看到的蓝天白银 顿时拉了心旷神怡 正当我们如痴如醉 欣赏着两旁的风景区 一小伙子骑着一辆摩托车 后面载着他的女朋友 以顺雷不及掩耳盗铃之事 快速地超越我们 年轻人不讲武德 我大意了 这小伙子竟然敢超我们的车 而且是一溜烟就过去了 看都没看清楚 刚才我一顶油门就超过他了 但又收了一下油门 点到为止吧 当这小伙子不讲武德 一领油门又跑了 我大意了 一路上穷追猛赶 终究未能超越他们